过了很久,才见魏无羡从外面回来了,他忍不住皱起了眉,因为魏无羡的身上和头发都是湿的,如果是从江府回来的,不可能是这个样子。 魏英蓝望鸡唤了一声,嗯? 魏无羡应声抬头,天空婉转下落的雪花,跳跃地落在他的额角,落在他的眉梢,他微微笑了笑,是蓝湛啊,声音轻地向下落的雪花。 一旁的管事看了眼蓝望鸡的脸色,上前直接跪下了,少夫人恕罪,小人今日失职了,魏无羡摇摇头,他想抬手可在外面待得太久了,有些僵,无事,管事的见魏无羡好似不想说话,身上也都湿了,赶紧道,热水已经备好了,少夫人,还是快进屋吧。 魏无羡点点头,掠过蓝望鸡进了屋,蓝望鸡垂下眼睫,想说的话停在了嘴边。 回到房中,魏无羡连衣上也没拖就将自己沉进了浴桶中,热水疯狂地从各个方向涌过来。 此刻,任何东西都抵不过这一盆热水来的实在,能温暖他的务势也只有这桶热水了,心里忽然一阵酸涩,眼睛也有些酸,他继续往下沉,直到整个人都被淹没。 出来时,内饰的桌上放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姜汤,魏无羡盯着看了看,才端起来喝了。 姜汤下肚,总算是觉得身子从内到外都热乎起来了,随意擦了擦还在滴水的头发几乎是刚躺下就睡着了。 半梦半醒间,感觉有人在摸他的额头,动作很轻柔,手有些凉凉的,他想看看是谁,可是眼皮好似有千斤重,迷迷糊糊地又睡了过去。 寂静的房间里,蓝忘机收回了手,心到还好,魏无羡虽淋了血,但并没有发热,他坐在床边,看着安睡的人,那精致的脸上一片安静,近日自己没有跟着一起回去。 想来那江夫人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,若江大人再还好,可偏偏又遇上了平昌的灾情,魏无羡在睡梦中轻轻动了动,一缕发丝滑到了侧脸上,蓝忘机下意识地抬手想替他扶开,可还未触到就停下了。 他的动作顿了好一会儿,似乎不太相信伸出去的这只手是自己的,慢慢地他把手收了回来,嘀嘀地说了句,抱歉。 两天后,震灾的策略商定,户部拨赢80万粮给平昌震灾,各项震灾事宜正式开展,事情顺利了。 蓝起人,这个户部尚书也能缓口气,回府歇了一晚。 到了第二日,招来大管家询问了府里这几日的事情,得知蓝忘机没有陪着魏无羡回江府归宁,当时就动了大气,当即叫人把蓝忘机叫回来,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,这两侄子一直是他的骄傲,处事向来分寸有礼,可蓝忘机自成亲后却一而再地出错。 蓝起人再也忍不住,骂了一顿后让他去加词罚柜,屋外的下人个个敬若寒蝉,从未见大人这样责罚过两位公子。 最后还是魏无羡赶来求情,将过失都揽在了自己身上,蓝起人这才免了蓝忘机的跪,罚了五十遍家归才做了罢。 两人从蓝起人的书房出来,回院子的途中,一路无言,回去后卫无羡就进了屋。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背影,发现他自从归宁那日回来后,几乎没怎么出过房门,年关将近。 生意上的事很多,他跟蓝起人基本都是早出晚归,两人住在一个院子,经一次也没碰见过。 以前在云深不知处,总是隔三差五地遇见他和江城聂怀桑出来玩,可澄清的这几些天,除了回门那日,魏无羡一次也没出去过。 天气越来越冷,一场鹅毛大雪伴着夜色飘然而至,伴随着风雪,年节也悄然到来。 临近除夕,除了酒楼忙一些外其他的铺子,基本都歇夜了。 蓝西尘与蓝忘机这几日也不出去了,只在家中帮着已经封印的蓝起人料理家务。 花园回廊上,两人并肩而行,身高相弱,而且皆是一席白袍,步履之间也有几分相似,从身后看去,几乎有些分不清谁是谁。 忽然,一阵空阔的笛声从不远处传来,笛声漫漫,悠扬婉转,蓝西尘微微一笑,赞道,豪雅的笛声,蓝忘机没有说话,蓝府只有四个人,两人刚从蓝起人的书房过来,那这吹笛之人是谁不言而喻。 见他不语,蓝西尘继续道,只是这曲调虽婉转清脆,却多了些惆怅忧愁连他都能看得出未无限的变化,他不幸蓝忘机看不出来。 忘机,你准备一直这么僵下去吗?蓝忘机的步子渐缓,两久才道,不知,笛声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,只于下一飘渺遥远的尾音,逐渐消散,两人下了回廊,穿过一道垂花门,沿着青石路往前走, 默然不语,花园里,红梅开的阵望,点点燕红衬白雪,给这严寒的冬天,平添了几分俏丽,蓝西尘抬手,轻扶了下燕红的花瓣。 前面是一个拐角,那头隐隐传来侍女说话的声音,想是府中的下人见今日雪停了,正在清扫路上的积雪。 诶,你听,笛声好像没有了,刷刷的扫雪声停了下来,只听一人道,好像真的停了,怪好听的呢,是挺好听的,就是可惜了,可惜什么? 这边,蓝西尘和蓝忘机的脚步同时停了下来。 我见少夫人总是一个人,也不怎么说话,而且啊,这么久了,几乎没见她跟二公子在一起过。 诶,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呀,少夫人长得这么好看,难道二公子不喜欢? 说话的声音压低了好几度,我猜是不是因为少夫人身份太低了? 听说她只是寄养在江府,父母早都没了,啊,那也太可怜了吧,是啊,真可怜。 哎呀,快扫吧,好冷呢,随着扫雪声,说话的人慢慢走远了。 蓝西尘转头看了看蓝忘机,蓝忘机脸上的神色依旧淡漠,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冷意。 不远处一株开得极艳丽的红梅树下,一个人被树干遮住了大半的身形和脸,看不清她的表情,只能看见握着笛子的手指微微泛白。 回了院子,蓝忘机看见主屋的门是关着的,她静止去了书房,片刻后,管事带着蓝府的大管家过来了。 蓝忘机正立在案前,低头练字,连头都没抬,冷淡道,刚才在花园有两个扫雪的侍女,给了银子让他们出府去,年节上赶人,想是那俩人犯了什么错,正好被蓝忘机撞见了。 管家不敢多言,只垂手硬下。 蓝忘机继续道,以后,府里若有不敬主子,办事不利,胡乱口舌者,一律赶出去。 天语狼好笔落在宣纸上,行云流水,可写出来的字却没了往日的沉稳,最后一笔更是失了力道,一张字就这么毁了。 蓝忘机脸色更沉了,抬头看了站着的两人一眼,道,包括你们,两人连忙跪下了,心里安静,不明白这二公子今日为何动了这么大的气。 从蓝忘机的书房出来,连忙让人把今日下午扫园子的两个婢女找了出来,私下问了才知道,二公子之所以生气,竟是因为这两小丫头私下议论了少夫人。 自这以后,蓝抚对待下人的规矩更严了,对未无限屋里的事情更是不敢清待,对人自是更加的恭敬了。 蓝熙辰知道后,只是笑了笑,须知,一个人若是自己都看不透自己的心意,那旁人说的再多也是无用的。 新年已至,除夕之日,整个蓝抚装扮一新,从大门口到后院,一路皆是喜庆的红色,廊下挂起了大红灯笼, 看起来年味十足。 今年家里多了一个人,蓝起人很是高兴,吃过饭后,四人一同守岁。